为个别单身,强国男,当街强女,当老婆 这里是中亚内陆国家吉尔吉斯 女孩当街被掳回家当老婆,是这里的恶习 只是没想到中国辽宁大连市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一名24岁谈亲女子,周日上班时,遭一名男子搂住 随后男子用麻绳将她捆绑,扛走 他的男友联络不上她,立刻报警 警方调阅监视器,发现女子是被掳走的 随后在一处偏远地区,找到他们,并将男子逮捕 男子便称自己交过几个女友,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加上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告别单身了,让她压力很大 于是,为了向家人交代,这起路人案退化了一个月 但这下被捕,不但没了新娘,还得吃老饭 东新闻综合报道